所以我覺得上個禮拜 在傳出錄影帶的時候 我是覺得那真的太不堪了 我們也不想碰 我們支支不停 可是今天傳出這個41分鐘的錄影帶 我覺得不可以輕易的放過 第一個來講 他是假的 政府要親屬的講 那就是中共介入 你要證明那是假的 如果他是真的的話 那不得了了 跟總統講話居然有人敢偷錄音 對 沒錯 現在羅智政真的是惹了非常大的麻煩 為什麼 如果是說上個禮拜的影片 因為他跟別人的影片 那個跟國安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是他私人的事情 可是今天你流出來是什麼 41分鐘的錄音裡面 是他跟總統的對話 抱歉 牽扯到總統 那就是跟國安有關係 那為什麼 到底你怎麼去錄的 那是誰錄的 那為什麼會流出來 這些都是可能 我們接下來要好好討論的一個重點 你說那是天大地大的事 當然 牽扯到總統 總統是代表國家 他講話很多人很多人來說話 具有高度機密性很敏感性 你錄了這個 你會錄這個 那你會錄總統講的美國事件 中國的事情 會不會講到呢 所以41分鐘只有41分鐘 那有沒有82分鐘 有沒有更多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說 這是國安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是講到說 這是國安問題之外 但他們41分鐘到底講了什麼 講的包括說像這個總統 因為那個錄音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判斷 是在2018年 當時的這個綠營大敗之後 可能總統那時候 也有點心灰意冷 然後他又跟他說 我們就看了這個某個廟 那某個廟就說 我們要改運 那改運的話 那總統就說 那我能夠我會懂他 他沒有問題 我們懂了解了解釋 再來跟你講 講了很多前面都在講這個 然後後面又講到什麼 外交人士的問題 還有黨務的問題 講了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錄音來說 聽起來說 欸 似乎是真有其事啊 我們沒辦法否認 他的事實存在 我們常講 只不予怪力亂生 我們當然每個人都有 你的重要信仰 可是一個總統如果 引發在這個上面 對 你會讓人民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今天羅志正就直接跟他講 有一個大師 這個大師在實定 實定了以後 他可以幫你消災解惡 而且他講說這個東西 他也幫特別為了這個 所謂的蔡英文 寫了一個籤詩 今天羅志正就要是 要幫他來解這個籤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不是憲總統於不義嗎 不在憲總統於不義 而且現在有個案外辦 大家去查實定山上有一個廟 而且這個廟拜的官聖地區 拜官聖地區裡面 誰來幫你解 是孔明幫你解 大家就查到一個隆安聖殿 然後查到這個隆安聖殿 廟方沒有否認 可是如果真的是隆安聖殿 那問題大了 因為他的主持人 負責人 跟詐欺有關係 對 沒錯 現在當然羅志正馬上就說 這是中共界選 他講這樣 可是問題是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錄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國安問題 好 那現在牽扯到說 蔡英文總統 到底信不信 我覺得政治人物 或多或少都會信 但是這個錄音黨裡面來說的話 羅志正一開始跟他說什麼 啊 我跟你講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廟方的說法是說 因為總統呢 總統府過去是墓地 那墓地很陰森 那陰森來說很多冤魂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所謂 超度法會來度這個業障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個還有什麼 因為總統你們老家 是不是可能有圍牆 總統的祖墳 有圍牆的話 可能會讓你施展不開 會受困的這個感覺 那就是 那好 那當然總統不相信嘛 他就說 總統問我信不信 然後說 其實有些東西不得不信 他說 之前他就跟我說 藍營在這一次的大選裡面 五都會大勝 所以我們才判斷說 他是 2018年的那一次的這個大選裡面 來說的話 他說藍營會大贏的這個狀況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當然他講到這個 蔡英文就說 那請問這個師傅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就說在實定 羅志正就說在實定 他說他為了要取信總統總統 他說連王金平都信啊 他說這個廟是拜官聖帝軍 沒有錯 但是他會用孔明的這個形式來降機 那降機的時候他會出一個籤詩 那籤詩來說的話 可能就會我們再來跟他解 那總統就說 那我看得懂嗎 他說沒有問題 我會解釋 但是可能要花 因為他跟我會講 他一個半總統主要 他會講得很詳細 那到時候我可能再跟總統 來報告的一個狀況 好 那剛剛講的 現在大家就來查 這個實定是什麼廟 實定的廟裡面 是跟官聖帝軍跟孔明解機 是有關係的 查到了隆安聖帝 查到隆安聖帝 他也太富力堂皇了吧 對 沒錯 我們現在很多人 他就循著這個線索去查 這個隆安聖帝 隆安聖帝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來說的話 你看他的祖殿 包括說他還有什麼 四象孔明亭 還有天壇 他站實定上面 那這個看起來的話 真的相當相當漂亮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被他踢爆說什麼 這個廟你涉嫌佔用國有地 而且廟的這個負責任的父親 曾經捲入說所謂西津案 是通緝犯 然後後來被抓到 所以等於是這個廟 現在完全被踢爆說 他的這個可能蓋的有過程有爭議 然後他的用地有一些相關的這個爭議 包括說他佔用國有地 大概是2762平方公尺 大概是835坪左右這個坪數 佔了835坪的國有地 對 那當然記者就會問說 那請問這個羅智政有沒有來過 他說對啦 在這個某個時間點裡面來說 羅智政好像有來過 但是透過里長來介紹之後 然後好像有 我們好像有跟他接觸過 然後又問到說那王金平院長有沒有來 他說對阿王金平院長也有來的一個狀況 我們跟他還滿 還做個他會來這邊泡茶聊天等等 所以他事實上 現在整個這座廟 這個榮安聖殿也被踢爆說 他的本身的爭議性也是不小的一個情形 他不但是說他現在這個廟邦 他這個土地有佔用國有地 也佔了835坪之外 榮安聖殿的負責人葉仲奇 曾經捲入他父親葉永和的這個吸金案 葉永和是台灣十大傑出企業經理人 結果因為經營不散或者是被控 生產衛星定位儀器涉嫌吸金六億元遭到通緝 沒錯那葉永和還在這個地方隱姓埋名 隱姓埋名之後後來還是被抓到 但是這個案子目前還在審理的過程 你說葉永和後來就在這個地方待著 所以這個榮安聖殿的負責人 到底有沒有捲入所謂吸金案 目前為止還是個爭議 那再加上說他又有佔用這個國有地 結果沒想到蔡英文總統似乎是認為說 羅志正講的還OK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這當然是有非常多的爭議點出現了 好 導播我們看到 當時我們看到羅志正就來講說 跟總統講你們家有沒有定期拜 他說有 我們家的祖墳是定期拜 那那沒有問題 那他說你們家的祖墳是不是有圍牆 我們家祖墳有圍牆 他說你有圍牆就把你這個龍椅困在這裡面 那怎麼辦 要通 結果後來我們發現 總統講完之後 導播看有沒有這個水溝 他真的是把它通了 對 沒錯 事實上在2018 我們就講這個所謂錄音檔是在2018年選舉 到2020年過程中間 那這後來我們去看 2020年左右的時候的風水專家 就去看了蔡英文他們家的祖墳 祖墳來說就冒了又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設施 像這個很像一個水溝的樣子 導引出來 導引出來這樣水溝的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那個水溝 對 那這個水溝來說的話 從這個祖墳出來來說的話 一共有14路的這個水溝出來 14路的水溝出來的話 這個這裡面來說 這個14個彎 然後還有這個小石頭 然後還有高人 你看下面還有小石頭 擺在這上面 他說這都是有高人指點 也就是說呢 這個是四方來住一人的這個磁場 然後代表這個 武營的這個將官的這個 五色的這個 所謂五色的這個白色小石 集中力量 然後有護稱和集中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四方來住你的一個情形 所以你說 你說蔡英文的家 他的祖墳 也就是他爸爸的這個墳 對 本來是有圍牆 但沒有這樣的一個水溝 導演我看 這個水溝很妙 這個彎彎曲曲 彎了幾個 彎了14個彎 對 彎了14個彎了以後 每個上面 每個彎上面 還放了一個白色小石頭 對 這是高人指點 對 沒錯 他甚至還說這樣的風水是 我們要算啦 就是勢在必得 結果 沒錯 從2020年的時候 他真的是 這個所謂 秋風掃落葉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說 這風水到底有沒有幫助到蔡英文總統 我覺得 某些程度來說 如果我們去講這個前後的這個關係 所以那個小石頭他說 是五銀神教 對 而且要五色的白石頭 好 那就講 實際上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我們就講 蔡英文的祖墳 曾經有做過非常多的這個改變 在2011年的時候 他準備要參選總統 要對決這個 這個所謂馬英雄的時候 聽說他們當時的這個祖墳 就修過一次 那就位置來說弄了什麼 弄了一個白米的這個護城河啦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護城河 然後還有彎弓 設計好像一個彎弓 當時就有人解說說 彎弓是不是要射向對手的這個意味 對 那同時還 他這個這個護城河裡面還放水 放水就要幫助這個鯉魚 藥龍門的一個狀況 然後同時之間還有一個這個水 水池在旁邊 然後就說這是意味著要困住馬英九等等 那當時其實媒體就有報導這件事 不過當時蔡英文總統的說法就說 沒有這是跟我無關 因為這主要是他們祖墳是 他的這個兄弟 他的這個表哥 他們在弄的跟他無關的一個狀況 但是後來他2016年上任的時候 他們又做了一個相關的這個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什麼不一樣的狀況 他們就把雜草再修一修啦 然後把附近的水源把它引進來 對 然後在旁邊再種1500顆的這個果樹 還種1500顆果樹 所以後來為什麼蔡英文總統會這個會說 有圍牆然後又有什麼什麼 中間把它圍起來 主要就是因為有果樹然後有圍牆 這樣當然會阻擋了蔡英文總統的運勢 所以後來又做了包括像這個水稻 進去來說的話 就有改變他原本風水的這個狀況 而且他的實質蔡英文還講 他說有跟蔡英文報備要修祖墳 然後蔡英文爽快答應 然後他說修完了以後 蔡英文還給他10萬塊紅包 對 沒錯 那當然要講啦 我覺得這個祖墳修得好不好 修得不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幾年都風調雨順 我覺得這樣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你 蔡英文的八字真好 對 他的八字好 什麼好運氣都讓他碰上 我覺得這樣修也不錯 但是我們就講 除了祖墳之外 當然還有人看過說 他的老爸的這個墳墓 他老爸的墳地也是一樣 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可以看 他位在一個山脈上面 山脈上面來說的話 旁邊有一個這個所謂父母星辰 就是有一個高山在旁邊 靠著一個狀況 然後左邊有一個青龍沙 一直緊貼的 就是說有一個 有一個 算是一個所謂的 他們的這個小山脈 一直緊貼他的右邊 所以也是有左青龍 你看右邊也有一個山 在這個地方 對 白虎 所以就是兩邊都有一個床 有個靠 所以他老爸的這個墳地也是非常好 所以當時你不是也說過嗎 他老爸的墓地也是 有高人指點過的一個墓穴所在地的位置 才能保佑蔡英文總統 是相當相當運勢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的完全符合後有靠 前有照 而且他的血場名堂 對 非常清楚 對 所以你要說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角度去看 蔡英文總統八年來的運勢 為什麼這麼的旺 即使到他卸任 即將要卸任的過程裡面 他民調還那麼的高 你要說有沒有這個所謂的 不知名的力量在照著他 我們一直不都在說什麼 有什麼菜市立場 颱風都進不來 某些程度來說我們必須說 好像這個風水老師真的還蠻厲害的一個狀況 謝謝 上禮拜我們看到那個錄影帶的時候 你還覺得那個非常不堪 我們還不想去碰 一個字都沒有提 可是剛剛講的 這41分鐘的錄音帶 41分鐘的錄音帶 除了剛剛講前面二十幾分鐘 在跟蔡英文談風水 而且看起來 蔡英文家的風水 祖文的風水 後面真的有做調整 整個背景是可以接得上 除此之外 更可怕的是 後來竟然談到了民進黨的人士 談到了外交部的人士 你說這才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因為除了這之外 還有沒有談到別的人士的東西 還有什麼神秘的資料 我們不知道的 比如說在這個錄音檔 41分鐘之內 疑似羅氏症的這個男生 男生的聲音在裡面提到 跟這個疑似蔡英文總統的 這個女生的聲音講說 前面那個快半個小時 都是在講剛剛司聰哥 有跟大家說明的 風水 那裡面還有包括講到 以前我在總統府跑新聞 待過了總統府很陰生生的這個地方 我也在那邊當過憲兵 所以在那裡面 總統府一直有來傳說三多 其實瑞德哥也很清楚 憲兵多 阿飄多 跟白蟻多 這個就是當時在那邊 服役和跑新聞的記者 大家都知道了 他四樓有一個斷頭憲兵 陰生生的 然後晚上會有什麼狀況 大家都會有點怕 雖然我每次都待到很晚 但如果這個男生 在這個錄音檔裡面所描述的 還真的有那個總統府 表示他對那個地方很熟悉 還有講總統府 一直講總統府那個鐘樓 那個塔樓 像一個大墓碑 然後甚至說以前日劇時代 然後這個轟炸的時候 死了很多人 然後那邊的英靈不散 所以他跟這個女生講說 這個老師說 一定要怎麼樣 有點類似說 這改一下 那女生聽得很專注 那因為他裡面夾雜著兩手的這個籤詩 在跟他講他的這兩年的這個運勢之外呢 也在講那個總統府的風水 但我聽不出來 他到底要那個女生 去怎麼去改總統府的風水 他只是講總統府的這個現象 似乎他也很了解 包括底下的兩個鐘詞 他都知道這個狀況 但是呢 這前面快要這個二十幾分鐘講完之後 他一把那個籤詩這個放下來 還聽得到他在喝茶的聲音 然後接著他就把話風一轉 轉到就說那個人事 人事方面他先講新北市 他就講新北市的這個問題 然後後來就講到蘇貞昌 蘇貞昌他就說蘇貞昌在這個新北市 結下了很多糧子 很多人不滿他 那當然女生就有講說 那應該要安撫一下啊 找那些人安撫一下 他看得出來 在裡面還強調了說 要怎麼樣去安撫 要怎麼樣去想辦法找這些人來化解 但他就是講說不行啦 這個當然要做 蘇貞昌得罪很多人 所以蘇貞昌得罪很多人 然後接著呢 他又講到了這個 後來他就說 他就說要耽誤這個總統一點時間 然後講一下真正要外交 我覺得這還是他的重頭戲 因為光是外交就講了十分鐘 然後他就講到說 當時呢 他要把這個Vincent 他先講說他肯定Vincent Vincent的就是趙怡強 他肯定Vincent啊 但是呢要把這個Vincent 送出去當這個駐美副代表 這是當時吳昌燮的這個決定 後來這個女生就是蔡英文就講說 我以為我把他擋下來了啊 當時的這個新聞發展 的確是這樣 一直不是新聞傳出來說 吳昌燮要把這個趙怡強送出去 但是我覺得我不解釋的是 如果這件事情真的是這樣 不管他真的假的 國安大會應該趕快進來 這個事情已經傳了好幾天了 怎麼可能在整個坊間 肥短流長的傳播著呢 是 因為討論到外交 外交就是總統的職權 他裡面講了那麼多 然後又把這個外交裡面的這個人士 再包括外交部的這個 北美師 歐洲師 有哪些人是當時誰留下來的 馬英九任用的人 或是金普聰的機要秘書 都在裡面 都被他在那個男生的 都有點名講出來 然後還提醒了女生說 你知道這個 他是這個金普聰的機要啊 你知道他是誰 他是當時前朝留下來的 開始把這個外交人士做一個點名 顯然 這個男生他很懂這個外交體系的 這些官員職長 還有他們的人士這個背景 然後也知道吳釗燮是怎麼去任用他們 但是吳釗燮就是會去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偏聽 然後做他的這個動作 然後還是要把這個人士這樣子擺 不想聽他的 感覺上這十分鐘啊 好像是在給吳釗燮穿小鞋 吳釗燮穿小鞋 對 我聽完了這種感覺 這個錄音檔 那在裡面談到總統的職權 又談到這個國安外交的這個部分 那國安單位為什麼不趕快查清楚 對 當時你這個錄音檔是怎麼流出來 你怎麼錄 那如果不是因為聲音錄得清楚是 這個男生的聲音 就是疑似羅智正的男生聲音 那聲音錄得比較不清楚 是遠遠的 感覺就好像我跟你的距離一樣 錄音筆或是手機在我身上 我錄到你的聲音都是比較小聲 就是蔡英文總統的話 你說類似 疑似羅智正的聲音是很清楚的 對 聲音是很近的 可是疑似是蔡英文的聲音 是比較遠的 比較空的 所以如果是在他身上 因為這表示對方被錄音的 一定不知道 他看不到 那在他身上的話 是不是他是有目的而來 要錄這個 那為什麼要錄這個呢 是誰叫他錄 幕後有沒有辭職者 就像這個性愛影片一樣 那我們上個禮拜 雖然不敢討論這個東西 因為實在太猥褻了 但是呢這兩天 國安單位 應該說這個調查局 他也馬上說 傳出來說這個影片 已經分析完了 鑑定結果出入了 內部就傳出來說 這個鑑定結果 不像是一開始說的 深度偽造技術造假 就是不是深偽技術造假 那大家會想說 不是深偽技術那是真的 那可是後來 馬上調查局 當然也幫忙去發一個澄清稿說 他們沒有公佈鑑定結果 他們只是把他交給了這個 新北地檢署 那希望大家不要去預測 他們沒有講說 鑑定結果是怎麼樣 但是傳出來這個狀況之後 大家就會跑去問新北地檢署 新北地檢署說 有 有收到調查局送過來了 因為當時調查局收到之後 他馬上收到資通安全處 資通安全處是專門去分析破解 去辨識這些東西 是不是假造的還是真的 那送到資通安全處的 資安建事科 他把他整個一天就可以分析完 加上人工判別的話 很快 他收到了新北地檢署 新北地檢署說收到了 但是因為影片涉及了 有關於性方面的 沒有辦法 他必須要當事人同意 他才能夠公佈 是不是這個真的還是怎麼樣 但我相信這個事情 一定偷到選後了 至於後來最近這幾天 又收到了另外一段影片 同時新北地檢署也交給了這個調查局 還有別的影片 還有別的影片 調查局說要尊重檢察官 他們就是接受檢察官指揮辦案 所以還有影片 但是呢 另外我們今天講的這41分鐘錄音檔 新北地檢署也有講 因為 雖然羅志正在聲明裡面說 哎呀那個也是這個變造的 但是因為當事人沒有提告 所以他們也無從針對這41分鐘的這個 這個錄音檔來做一個辨識 是真是假 畢竟當事人沒有提 所以就變成目前至少是一個名 好董事長 你為什麼說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要面對的事情 寶傑 我跟你講 我上一次跟這個張雨萱兩個人到台北地檢署 去控告黃曙光等人貪污這個事情 你去告黃曙光貪污 就是海昆間的貪污案 當時貪污案裡面有一個關鍵的證據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錄音帶 當時那我怎麼 我這個身為媒體人 我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這是國安案 國安案件 因為我們去這個檢舉 去爆料到地檢署去告發 這個是國民義務 不需要任何人的這個什麼被檢查 或任何條件 但是我要提供確實的證據 否則我會變誣告 那我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就把所有的錄音帶 你知道吧 送到美國的專業機構 你上美國去 因為現在很方便 現在因為美國的它那個APP 它全球在 全球它可以做檢視工作 那個整個現在的不像以前 要搞什麼郵寄一個月 不要 它現在大概三到四天 就可以把所謂的聲文辯證 三天就做好了 這個是很簡單嘛 第一個 有關這個什麼性愛錄影帶 那個不重要 那個是誰 私得問題 那是羅志正 或是疑似羅志正 羅志正私得問題 那個就是選舉糾紛 那我認為是 民進黨內的人打擊他 那很簡單 那個事情 我們不談了 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蔡英文這個事情 這個嚴重嗎 那你認為 你認為這個錄音帶 只有一卷嗎 不可能啊 你會錄就會一直錄 好 我們現在第一個 有兩個可能性嘛 有第三者錄音嘛 第三者道路 就是由蔡英文跟羅志正 以外的第三者 對 這是第一個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 由兩者之一互相道路嘛 換言之講比較有可能 就是第三者 或是羅志正路的嘛 對 那剛剛靖平講很清楚啊 按照這個距離的判斷 他從聲音聽起來看起來是 羅志正道路的可能性比較大嘛 那問題是這個推論嘛 推論你要怎麼證明呢 很容易證明啊 最後國民黨很瞎 聲文辨識 國民黨把聲文辨識就好了 聲文辨識 什麼都不要談 他第一句話講說什麼 非法辨造 我告訴你 羅志正的聲音 每天電視上都有 樣本一取就取得了 馬上一變對 一辨證三天出來 三天出來 就變成國安案件 對不對 如果有人就 這個那好 那就是第二問題 那你偷錄總統聲音幹什麼 你錄所有聲音是 好我問你 錄總統的聲音 你跟總統的談話 你倒錄他的聲音的目的何在嘛 太扯了吧 不是不扯不扯 那就很簡單啊 是為了名為了利嘛 人生就兩件事嘛 你是為了求財咧 還是求名咧 還是好玩 有沒有好玩 我跟總統 錄得好玩 回家自己聽爽的 只有 然後只有 他證明說我可以跟總統私底下聊天啊 那回去放給大家聽是不是 不是 那是道路的啊 對不對 那誰把它破掉 誰把這個道路的 他一定有一個 藏在哪裡 藏一個 藏力的一個 庫存倉庫點 被破掉了吧 那這個很簡單啊 那這個 我現在只要國民黨 去把這個錄音帶 送到聲文辨識 美國聲文結果 三天就錄下來 證明是羅志正的聲音 這個聲音就國安案件成立了嘛 總統被盜錄了嘛 對 就犯法啦 就犯罪啦 對 如果不是羅志正的話 那第一個你還給羅志正親盼 第二個你要追查的來源啊 那這不重要啦 那個就已經告訴你說 不是中共戒選嘛 由賴清德開始 就一直講說是境外戒選嘛 沒有境外 中共戒選 這個不是境外 因為這個只有兩個人在一起 怎麼會中共戒選 不是你 不是蔡英文錄他 就是他錄蔡英文嘛 這麼簡單嘛 你們兩個互相錄嘛 對不對 不然就是蔡英文戒選嘛 不然羅志正戒選 這跟選舉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只有一個人幹嗎 這是第一個 只有一選錄音帶嗎 當然不是 這麼嚴重嗎 不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 我送聲文辨識 確定這個聲音是羅志正 沒有辨照 那問題 案子成不成立 案子成立啊 因為你倒入總統錄音聲音耶 就腥風邪欲了 這是不是國安問題 這是國安問題 你只有談這個風水嗎 他故意丟個風水給你看 他給你 拍那個地頭給你看一下嘛 他弄一個最不重要的 你說風水是故意丟的 對 那個是冰山的一角嘛 下面那一堆都是國安問題啊 談人事 談財務 談趙立強 趙什麼想要派過去 趙怡翔 那些還有跟建交國家的私下的東西 而且羅志正是經常是陪同 國外過學者重要人士 陪見的人士耶 我說這英文非常好 他是國際關係學者啊 對 對不對 就台灣能夠上台面 就那麼兩三個人啊 那些有沒有錄音啊 好 那問題來了 你到底幫誰錄 到底是什麼玩意 搞不清楚啊 好 玉柏 我們的調查局 我們的國安待會 有能力來查是真的假的嗎 好 我們先來講兩個東西 Deepfake有沒有能力查 他們都有一套相同的一個系統 丟進去馬上就跑出來了 這個東西一點都不難 現在來講 這個事情要董事長講的嚴重了 而且誰最倒霉 調查局 現在錄音檔 丟給調查局來查 之前那個影片丟給調查局 調查局無所謂 反正丟完之後呢 丟給辛北檢 就辛北檢去接了 現在在錄音檔 丟給調查局了 那調查局現在來講的話 查下去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大選選舉 真是投票之前有個結果 他們內部應該在拿捏得非常的痛苦 你現在如果真的是 這個時候用力下去的話 其實聲音的辨識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聲音的辨識只要弄下去之後呢 一下子聲音的這個音波英文 就會出來了 所以呢 到底這個東西會不會有一個結果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會不會把它拿捏一下這個時間 那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分成兩個部分 調查局如果真的要查的話 那你就要看第一個 他們原本是想要把這個東西放在哪裡 查說誰上傳到那個平台的 那這個東西應該就是境外的 那查得到 可是如果調查局再狠一點 你是不是應該去查 這個檔案的原始檔案在哪裡 如果這個檔案原始檔要查的話 我覺得恐怕羅智政委員這邊的話 會有很大很大的一些 比較辛苦的一個地方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上面已經出手了 就調查局去查 那調查局去查 那應該是選後才會有結果 那選後有結果 那你至少跟我們講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那如果是假的 那你就要查到底誰偽造這個東西 對 如果是真的 那就天大地大了 對 因為一開始調查局只想要查一個事情 就是誰來上傳這個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弄下去之後呢 上面有指示 檔案怎麼 檔案的來由也要查 所以這查下去的話 其實對委員非常嚴重 玉芳 玉芳對不起我幫你打斷了 你剛剛講了太多了廢話 很簡單嘛 國民黨把它送到美國的實驗機構 兩天新聞比對就出來了 調查局 刑事局都有新聞比對 但是國民黨只要把這個錄音帶 要授權任何物資家也可以 就丟給新聞比對的公司 馬上給我比對 兩天 集見一天出來 我確定羅智政 好 馬上幹什麼 送北線告 就國安案件成立了 總統被滲透 這個影響選情的事情 國民黨不會做 笨黨 好 玉芳 現在他全部變成全民柯南 這裡 你確定調查所有的聲音 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有玄機在裡面 不然我們先講羅智政 錄音檔就好了 因為錄音檔基本上 開始講到很多 第一個 蔡英文的聲音 開始很小聲嘛 我們先不論他真偽 我在講裡面的劇情 聲音很小聲之後 羅智政他就開始講什麼 開始講說風水玄學之說嘛 但是他後來講到一個關鍵 因為第一個 他把所謂的詩 要給蔡英文看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的聲音 有沒有變大 有耶 聲音變大啦 因為他要解遷嘛 那時候他不是有一段說 蔡英文說這解遷 他說 總統跟你報告 這裡面有長頭詩 所以他走到蔡英文旁邊嗎 對嘛 就靠近嘛 因為他給他看 所以看了之後 蔡英文的聲音就變大啦 那後來蔡英文的聲音 又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來越小 又離開了 對 直到後來 要保持社交距離嘛 直到後來有一個 關鍵的聲音出來 就是說他說 總統跟你講 這個駐美 吳釗燮這個用人 他講釗燮 釗燮兩個字 他有這個特殊的用語 釗燮這個人 他都把這個關 不該升的 隨便升 其中我最有意見就是 他連國民黨的兩個 這擺明國民黨也把它升 宰釗燮說 是嗎 誰啊 他說 一個是這個 這個金普聰 然後另外一個 他的名字忘了 他忘記了 忘記怎麼辦 忘記他就開始拿手機出來 結果那時候 關鍵的聲音 咳咳咳咳咳 怎麼叫咳咳咳咳 手機撞到錄音設備了嘛 撞到了嘛 所以開始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拿出來之後 然後他還有點緊張 你知道嗎 寶雷哥 因為為什麼 因為靠近了嘛 他拿手機在查說 欸 等我一下 等我 我查一下 等一下 那個 誰啊 喔 申律勳啊 然後趕快把它放回去 呢有你們呆咳咳咳咳咳 又蹲蹲蹲蹲蹲蹲 就撞到了 撞到了 所以這顯然 如果說這個 錄音檔的來源 我們先講 假定的前提 使錄音檔 非透過 那我最後再補充一點嘛 很奇怪 調查局本來其實有回覆喔 因為 寶貝哥你可能不知道 王文維有寄訊去問 就是寄訊去問 然後比如說我們在講前一個案子 就是說 寄訊去問說你調查局 到底多久可以判斷 真的假的 森衛他說48小時 就當初那個影片喔 我們講那個影片 48小時之後有沒有答案 其實有嘛 其實調查局有答案嘛 結果你看他一推三不管說 調查局推給地檢署 他說我們這個案件傳給地檢署 他說有喔 調查局證明檢驗出來 所以真的兩天之間可以檢驗出來 我們傳給地檢署 但是地檢署要不要那地檢署是 地檢署後來這招厲害了 踢回去給誰 踢回去給羅智正說 要當事人同意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案子 錄音檔更單純更簡單嘛 你只要檢驗兩個 一個叫做聲紋辨識是不是羅智正 一個叫做有沒有剪接變造的痕跡 而這個東西是 瞬間在30秒之內就能完成的 但現在真正頭大的是什麼 總統府有沒有出來回應這件事情 沒有 那吳釗憲有沒有回應 都沒有嘛 所以各位 根本不用辨識嘛 如果是假的 隨便一個人跳出來 打臉說紫虛無聊就好了 為什麼大家就靜默 現在羅智正一個頭兩個大 好 玉鳳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 現在那個在自己的教室 被砍了十刀 然後呢死亡的 他現在傳出來 他當天居然輸了六萬星星的血 而且之前講嘛 把那個小女生 也就是那個 交所的那個 對 今天在整個社會的關注之下 對 他被收容了 好 今天來講的話 那個小朋友 國中男生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憐 在自己的學校 要來保護自己的同學 竟然在學校的教室 走廊外被痛下殺手 吃刀耶 吃刀 然後呢送到醫院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一開始就叫了 一百代 一百代的一個血袋 一百代的血袋代表什麼概念 一代都要250CC 大概就兩萬五耶 2.5萬 兩萬五一個正常我們成年人 大概是6000CC 大概就要洗四次 全身這樣子 吸吸吸吸吸 但是救不回來 然後呢 第一百代救完了 用完了書寫完 不夠 因為血流不止 繼續再叫一百代 最後總共叫了多少 6萬CC耶 然後你看這個小朋友 他到底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然後為什麼去上個學 要遇到這一種的一個災難 最後6萬CC有沒有救回來 還是沒有救回來 結果這個男生呢 他被收容 這個女生呢 一開始竟然是跟他完全沒關係 沒事 蛇父 蛇父什麼意思 白貨人就是叫你老伯老母來 把你帶回家 所以他講說法律可以保護喔 對 然後呢就開始串供 回去之後拿一個手機 然後拿家裡的手機 開始去聯絡那些同學 教那些同學 該怎麼去講 這個事情有沒有被人家發現 有被發現 但警察也想要去帶人 不能帶人 因為他是 是少年事件保護法的人 所以呢 這個女生講的有沒有錯 沒有錯 他就說法律會保護我 所以兩次去跟新北地院 少年法庭去申請 都沒有申請下來 可是這個少年法庭 他沒有感覺到 這件事情非常嚴重嗎 一個15歲的少年 在自己的教室裡面 被砍石刀 而且石刀是招招認 就中面 有講到 頸動脈胸口的 這個所謂的心臟 包括腎臟的位置 你不覺得 這個已經是罪惡滔天了嗎 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最可怕 是少年事件處理法 現在來講 在新北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的運用之下 好像變成佛地魔 你不能說 不能談 不能講 這是他們家人的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呢 我們看的其實是非常難過 他一開始就說什麼 我們是安分守法的公民 從未與人結怨 然後呢 為什麼小朋友 遇到這個事情 好 再來 他講到一個重點 好 懇請政府重新審視少年法的年齡 跟相關的配套措施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覺得涉嫌教說和殺人者 都應該受到公平該有的法律制裁 但是他什麼時候被收容的 他已經是在犯案半個月之後 該串政串政完 該恐嚇同學都跟人家講完了 恐嚇完了 你今天在我們在節目上面 一直講的情況之下呢 才把他叫來 其實叫來最終 今天當然啦 他的結果是收容了 但是前面幾次 你不覺得就是跟他講說 你沒事了嗎 第一時間 竟然沒辦法 警察請不到票 第二段來講的話 你來還要尊重你的時間 然後你還帶律師來 尊重那個小孩的聲音 然後到警察局之後 還要很有禮貌問說 那警察叔叔 可不可以看你的手機 不可以 你就不能看 他就這樣拍拍屁股走回去耶 然後等到第三 偵查走斷 再去跟少年法庭拜託 然後警察要被少年法院 法庭的法官Saving 你才請得到這個票 然後呢才拿到手機 才可以回去做數位見識 那這個東西 到第四次 這個是今天 才可以請他來 然後呢當庭收容 你對他來講 他已經過了十幾天了 然後呢半個多月 他該串正的 是不是就串完了 然後呢 他該處理都處理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 對他們真的是太寬容 柯文哲在接受媒體 轉訪的時候 他怎麼講 我們也不是那種為了利益 隨之可以一百八十度轉 我們不是那種人 我不是政治阿米巴 我先跟你講 我還是很有個性的 我跟你講 欸第一個他也有個性 第二個是 你不要再說他是阿米巴了 我的老天爺啊 如果說柯文哲他敢說他是 他是為了政治一百八十度 隨時在轉的人 他講他第二名 全台灣沒有人是第一名 他實在是轉到隨時都在轉 我不要講別的例子 我光講最近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你知道他在那個 之前想要藍白河的時候 哇塞 我說我這是 我會 我雖然是副手 但是我會監督他們 我們今天要了什麼 講了一大堆 結果後來破局之後 馬上說侯友宜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 這麼喜歡你 要幫你目前 要幫你做假民調 為什麼 問你啊 你當時為什麼要跟人家藍白河 你當時連NCC親管會 你都說了 對 都說了 講得超級明白的 而且呢 講了一部分 那時候還講到說 雖然我也很討厭國民黨 但是我會監督他們 史上這個 就是副總統 要監督總統的候選人的案例 就在那一天就這樣暫生了 結果整個沒有想到 武漢肺炎的一個破局 就五個男人在那邊講肺炎 就破局之後 而且還是你破的耶 是你破局之後 結果你現在 鄧小登上去之外 你就開始 對於侯友宜 你知道把侯友宜 從頭講到腳 沒有一個是好的 你的屁股 還要說 猴子怎麼弄上爬上樹 猴子不是爬上樹 屁股才是紅的 猴子屁股本來就是紅的 他是爬上樹之後 他的屁股才被看到的 是 所以從頭到尾 沒有講一句好話 人家侯友宜 你從那個整個藍白分什麼破局之後 沒有對柯文哲講出太難聽的話 反倒是柯文哲一天到晚 現在逼得韓國瑜都受不了了 韓國瑜現在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他站出來講 講什麼總統票投柯文哲 立法委員院長由侯友宜當 這個韓國瑜當 他說這個 是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他還強調 就是完全就是要支持侯友宜 然後甚至跟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就像空氣槍一樣 什麼意思呢 很大聲很熱鬧 但是沒條 講話講得那麼直白 然後說韓國 侯友宜是什麼 就是那個狙擊槍 一把臂命 點點就是這樣子 會把你一刀臂命 所以當人家話都講得那麼直白的時候 因為他還需要韓粉的票 因為他還需要韓粉的空氣票 所以他竟然把這個都吞了 他說什麼 他說韓國瑜私底下簡訊 不是這樣講的嗎 不是這樣講的 所以說你不是阿米巴原蟲 誰是阿米巴原蟲 第二個最新發展的例子 他一個就是他們本來的 桃園的一個發言人 後來本來要披著民眾黨戰袍 來選立法委員的一個馬志偉 後來呢 經過他們內部的一個 認為他跟中國關係 有一點不太正常 所以沒有披民眾黨戰袍 自己用五黨籍的身份參選 他出來參選之後 柯文則幫他站台六七次耶 有幫他站台 是 而且我請問一下 等一下 他有幫他站台 那他有幫那個李友宜站台嗎 很少 而且我跟你講 他幫蔡壁如站台好像不到兩次 所以你說 而且他還講什麼 他當時還講喔 他說欸 這樣子 這就不對喔 你內部都已經自己 經過內部的審查 已經知道這個人有問題了 你還對他這麼好 對 你蔡壁如更好 對 而且我跟你說 當時在內部的時候 同意要提名馬智威的 就是柯文則跟他嫡系的 所以柯文則這一脈 是從頭到尾認同馬智威的 甚至他已經是批到民眾黨的 沒有批民眾黨的戰袍 以無當期 你看 多少次畫面 都是他站著他啊 都是他站著他 而且還說什麼 不是嗎 旁邊就是耶 就是他 而且他認為他是 可以幫民眾黨闖出一般天的 一起上香 一起上香 而且他那時候還講欸 還講到說 為什麼這麼好的人 我沒有提 結果現在 被剪掉收押 收押 收押的理由是什麼 史上第一次 被發現做這個候選人 竟然接受中國的資金 而且是用所謂的虛擬貨幣 哇塞 中國現在在競選方式 連虛擬貨幣都來了 他是已經被收押囉 事情一爆發 結果你知道柯文則說什麼 他小咖啊 我跟他不熟 所以立馬都轉變耶 他小咖 他小咖 你幫他站台次數 比你幫蔡壁如站台還多 他小咖 他小咖 他不是五檔級的 結果你幫這個五檔級的站台 比你幫你們自己民眾黨的 林友宜站台次數還要多的話 那你說他小咖 所以你沒有發現 他就是一個阿米巴原從柯 隨時都可以轉 只要哪裡風向不對 哪裡就往哪邊轉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說今天他說他隨時都在轉 情況之下他想轉第二 誰敢撐第一啊 好瑞德 他真的是轉這麼快嗎 還有今天他有講啊 我們內部我還是相信 眾人的智慧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沒有提名那個人啊 對沒有錯 那麼馬上發生事情以後 馬上進行切割 他今天的名言是什麼 他說啊 這件事情告訴大家一件事 眾人的智慧超過個人的智慧 所以你柯恩哲就是沒有智慧嘛 為什麼 你沒有提名他是對啊 你沒有用民眾黨的身份來提名他 請問他批上這個立法委員 用無黨籍身份來參選了以後 你有沒有去幫他跟他站在一起啊 有站在一起 還是有站在一起啊 這些照片跟你幫他講好話 這些全部都還留著嘛 那麼反走過必留下痕跡不是你現在喔 空口白話說你完全跟他切割 你早就知道 原來眾人智慧很重要 所以我個人啊 一定要聽大家的 你不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這件事情要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以為自己一個人的智慧 超過大家的智慧 要不然幹嘛一直講說他智商157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你看喔 但是你說他聰明聰明 聰明得很啊 為什麼韓國瑜 為什麼會在這個造勢場合特別講說 沒有那個什麼總統投柯文哲 然後什麼立法院長 那韓國瑜做的這個事 因為有這個韓粉的這個以前的直播主呢 在柯文哲的造勢場合這樣講嘛 所以呢韓國瑜必須要辟謠 好這樣子票才能夠衝高 那麼國民黨的票才能夠衝高嘛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講 柯文哲說 其實韓國瑜跟我私底下講 都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知道嗎 然後問他說那韓國瑜到底講什麼對不對 呃我不像侯友宜 會公開把人家私人簡訊給弄出來 所以我不會講 那不會講他到底講什麼不知道 他說今天又加碼說 其實韓國瑜私底下講侯友宜 不是這樣子的 那到底講什麼樣嘛 他什麼看起來好像他什麼都沒說 看起來好像說他很講 江湖道義都沒有講出來 但是他一再跟你講說 一再影射韓國瑜不是這樣子 韓國瑜私底下啊 這個講了侯友宜什麼 他說故意的嘛 因為曖昧跟影射是最可怕的 他就故意用這種方式在幹嘛呢 讓人家說韓國瑜是必不得已 他又不得罪韓國瑜 又不得罪韓粉 但事實上呢 他就趕快想盡辦法 把人家要棄保的相關的這個影信 給拔掉嘛 這就是柯文哲啊 你說他聰不聰明 然後呢 那麼不是這個 蔡英文啊 然後賴清德民進黨 拍了一個在路上的廣告 IG什麼 破了三千萬的嗎 柯文哲這個人什麼都可以容忍 就是不能容許 這個網路流量人家比他高 所以呢馬上來拍了一個 各位有沒有注意啊 裡面有柯文哲還有他媽 還有這個等於說台聚員啊 然後呢 柯媽講到柯文哲小時候 說他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爸爸這個帶大家去上課 柯文哲小聲問爸爸說 想吃一塊麵包 然後爸爸買給你 隔天那麼柯爸又回來跟柯媽說 他又跟他講 柯文哲又跟他說 還想吃一塊麵包 兩次想吃兩塊麵包 他說等柯文哲放學的時候 媽媽給他拉到旁邊說 爸爸當老師 所以呢 家裡又要買米又要買菜 他講了一大堆就對了 他說也不知道柯文哲聽得懂 聽不懂 但後來就不再開口說 要買麵包的事 意思就很窮啦 然後就哭出來說 對不起他的兒子 柯媽現在我知道了 我知道為什麼 柯爸柯媽對柯文哲這麼好 柯文哲在自己的這個 相關的那個書裡面有寫啊 說柯爸對他好到什麼程度 甚至於叫他不用工作都沒關係 把他退休金什麼都把他準備好了 你知道嗎 那麼柯媽 我現在知道你對他的愛 是從小時候你的彌補開始 你覺得有虧欠 所以一千五百萬去買一個 早就在一年前已經鋪上水泥跟柏油的 他的農地想要做開心農場 然後呢緊接著來三年後 又花六千五百萬在台北市大安群 又買了一個豪宅 現在柯文哲可能哈巴南當所有的財產全部加起來 已經成為上億的富翁了 你看媽媽的眼淚多麼令人感動啊 董事長 現在是韓國瑜跟柯文哲兩個在較勁嗎 我告訴你 柯文哲的高雄台南 就是韓粉的支持才有場面的 今天韓粉拿掉以後 柯文哲的高雄跟台南就崩盤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韓國瑜公開跟他切割清楚了對不對 他黏得不放 黏得不放 他私下不是這樣講 非要把這種他的夢想的話語塞到韓國瑜的嘴巴裡面 他私下不是這麼講的 講出來啊 講清楚啊 為什麼不講清楚 他要創造性的模糊 他幹什麼 他騙票嘛 因為高雄的韓粉 目前還有很多人會在支持柯文哲 其中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因為韓粉有一段時間是跟著郭台銘 在這罐幫他忙 韓國瑜叫的時候 叫得回來嗎 你收回來了 跑啦 所以他打死不肯承認 說韓國瑜跟他是割袍斷役的嘛 他還黏著韓國瑜嘛 還在黏 黏韓 黏韓 貼韓 他把韓貼得緊緊的 可是沒有用 這個票已經開始啟動 所以主要目的他是防氣保 他這個禮拜最重要的就是氣保 這邊 今天侯康在台中 然後大家都注意到這個畫面 蔡壁如拿一個麥克風 3號 晚上的造勢場在台中 侯康背了這個造勢晚會 看到這個蔡壁如 他在台中第一選區 他拿著的是3號挺侯康的這個麥克風 我相信他拿的時候 不會沒看到這樣的一個標誌 但是形勢比人強 今天 剛剛就有講到 柯P幫他站過多少次台 沒有嗎 不是有媽媽媽媽 站過多少次台 陪他車掃過多少次 到第一選區 有把民眾黨的資源 從黃珊珊 乙匠 包括柯P在內 有去幫過他嗎 黃國昌起碼就有一次喔 現在看起來 整個民眾黨是蔡壁如最有戰力 蔡壁如在幫民眾黨開一張屁土 可是 他竟然得不到任何的眷顧 得不到任何的資源 那我們就要問 民眾黨誰在卡他 民眾黨誰在害他 民眾黨誰在幫 穿蔡壁如的小鞋 我就講他得到民眾黨 中央的眷顧 可能還比不上剛剛 慧珍談的那個桃園 我們那邊前發言的馬志維 所以你這樣兩相對照之下 誰像灰姑娘啊 他當然像灰姑娘啊 這個不就是這個現在 蔡壁如在台中一選區 碰到的處境嗎 他有這麼慘嗎 當然要靠著這個 民眾黨一個人 隨便點都是十幾萬 二十幾萬的薪水 你都可以搞一個KPTP 你撥一點 撥一點資源給蔡壁如不行嗎 當然啦 你說資源可能是NO 沒了 大家資源有限 可能要公平分 但是蔡壁如你今天在台中 第一選舉 你就是技能力下 雖然你是民眾黨提名的 但是台中的這個場子 這一次侯康佩 動員來的 這個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 至少也是上萬人以上 但至少你這些人 一定都有你支持這個 不管是侯康的 也有支持你蔡壁如的 所以現場 你只好拿著這個侯康佩的 這個麥克風 馬上被眼尖的這個民眾 拍下來這個畫面 那當然啦 講到說那種大拼場 那 柯P也是很極力的想要突破 藍綠的這個包圍 你看到這個 游英龍 他有提到說 這個是台灣史上 這一次算要距離不到四五天的 這個選舉 最難預測的 到底在這個兩大 這個藍綠 這個賴 賴蕭跟侯康 夾殺之下 柯P跟吳欣穎 有沒有辦法去獨為他們場子 你看從 上個禮拜六 週末週日的這個 晚上的大肇事 選前黃金週末 跟黃金週日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游英龍是有提到 我剛剛講的那個 灰姑娘效應 但灰姑娘效應 也有一個這個關鍵 是你最後要成功啊 你才會變成一個動人的故事啊 否則你就是過程 一路這樣很驚慘而已 柯P現在講說 你不是有空軍 我有陸軍 而且我陸軍人很多 你有陸軍人很多 那我就給你看你陸軍 你人是不錯啦 也蠻多的啦 但是呢 你的陸軍的場子啊 幾乎都找場地很小 容易外溢出去 然後你的樹啊 難怪四叉貓 每次都要去檢查 突襲一下你的那個 去算你那個格子每平方米 你看到他們民眾啊 幾乎都躲在 不能說躲在 應該說聚集在樹下面 那樹下面的話 那有樹蔭遮住 你看到沒有 這也是樹下面 有樹蔭遮住 你就不難去算出來 他的人潮 這也是啊 你看這整排 這個場子 一定要小小狹長的 你說藍綠在辦活動 通常是要空曠型的 你像看這個 那個之前南部 不管是高雄還屏東 賴信人在辦場子的時候 那個場子就很寬大 然後還可以這樣 眾隊眾隊 像部隊教育一樣 他這個怎麼部隊教育 就狹長型的 那旁邊都是樹 哪拍得到什麼 然後你看這邊 然後要不然旁邊就是 街道窄窄的 窄窄的話 就很容易感覺說 外溢出去 然後人就很爆滿 所以 當柯P的陸軍 用這種方式呈現的時候 他的確會有凝聚的效果 說哎呀 人好多啊 誰說我們很弱呢 然後當然也會喚起 支持者的這個熱情 但是你這樣撐 撐得了這四五天嗎 所以陸軍組織戰 還是真的到你車掃的時候 你就見真章 是不是 這個禮拜周末 去陪了 休閒是去掃貼 而且是坐在車上面 對 但我不知道說 那休閒是為什麼突然 去嗆黃國商賣有求榮 是 因為有一些話 我真的不土不快 尤其現在已經 你去幫休閒是 我去幫休閒是 那我幫休閒是 原因是長期以來 那個時代力量是在幫我 推公益信託修法的 但是後來因為 也是根本越來越近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 所以你去拚 你要是拚公益信託 我是拚公益信託 我現在再次呼籲 剩下最後幾天 三黨的總統候選人 請你們表態 是不是公益信託修法 現在目前為止 唯一表態的就是時代力量 所以時代力量 這次要活下來 不然這個 法連兄的機會都沒有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在關注 他是目前為止 這個討論的議題 被流傳最多了 為什麼休閒是 對黃國商開炮開槍 最主要原因是 休閒是 他們真的看不下去 他們看不下去 當時舉的道德高齊的黃國昌 包括反黑金 反服貌 然後呢 反黑道 所有在你的黨內 就這樣高舉的道德高齊 包括他們以前有一個 同黨的叫做高露 因為有一個什麼 經濟部的什麼 補助他們協會什麼 當天黃國昌知道 看到報紙跟新聞之後 就說你今天馬上 就給我開除掉這個人 他說不行啊 我們還要經過黨代表大會什麼的 你知道他做到多絕 他除了說馬上開除之外 他馬上在他們的時代力量 臉書公佈 我們下一個人是誰 完全不給流面 結果黃國昌你現在幹嘛 你直奔民眾黨啊 然後民眾黨柯文哲甚至還跑去支持李全教 結果他們就問他說 這些人不是你口中的黑金嗎 這些人不是你口中的黑道嗎 為什麼你現在全部都可以容忍了 結果他只講了一句 我跟那些人不熟 就這樣就想化解掉 最後我跟你講 對於那個邱賢氏 他最沒有辦法容忍一件事情是 時代力量向來把所謂的 吹哨者保護法 列為最重要的法案 吹哨者保護法也是你黃國昌 一直在挺的 一直在做的 結果民眾黨這次提名的吳春城 就是那戰國策 戰國策就是有風集團裡面 極力在監控這個吹哨者保護法 絕對不能通過了 你現在跟一個主要主導你吹哨者保護法人 在同一個政黨在同樣民眾黨 所以他現在要問你 請問你憑什麼有資格叫 時代力量式小率 請問你當時所有的道德標準 在要求時代力量的同時 你現在怎麼有辦法跳進去民眾黨 跟這些當時你不屑的這些人同黨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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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